大家已经看到魔鬼的打手 孙力军已经出现在五湖北了 武汉了 戴着黑口罩 你看见没有 这小子玩黑口罩 不戴白口罩 也不戴N95 戴文贵那种的 N99 N99 只要孙力军出现的地方 一定是地狱般的灾难 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孙力军出现了 中共要求2月29号全面复工 2月29号全面复工 不是昨天做的决定 也不是前天做的决定 大家未来会看到更多的内部信息 重要的事情大家要记住 昨天就有31家大型的企业 申请破产 这些破产绝对不是真破产 这是盗国集团作案 自从应勇 到了那去上海帮 一到了湖北武汉 整个上海帮全去了 一只穿云剑 先去温马来相见 王岐山在这个冠状病毒出来之前 跑到武汉去 换完肾从广州跑到武汉 然后旧路又到武汉 孟建柱一直在武汉 现在英勇去了武汉 孙力军出现在武汉 海南海航又被省政府给买回去了 人家1000万买走了一家航空公司 从国有企业变成私人的 转了一圈 增长了20万倍 给海南政府留下6000亿的债务 又把它卖给了海南海航 天下最高 中国的各大银行 现在正在配合盗国贼在做仗 他们现在要打赢 经济这一仗 绝对要把经济造假到底 要打赢所谓大外宣那一仗 国际上的外宣 要把这个病毒还是弄成动物的 真不行认账 找踢死鬼 然后内部一定要让这些工人继续反攻 把工厂正常化 经济正常化 社会正常化 不要成为共产党的麻烦 而且要借机 借这个危机 要赖老百姓的账 继续合法的合理的通货膨胀 合理合法的解决所有地方债务 把所有历史这些年的积累 通过这次的 共产党认为最高的 最好的 就是所谓的多难兴邦 就行共产党这个黑帮 只要死越多人 共产党越强壮 多难黑共产党的黑帮 叫多难兴邦 来了 又来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共产党过去70年 浑浑得逞 次次能达到目的 这次绝对不会 世界都在往自己的枪里压子弹 都在对准共产党 大家走着看 二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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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巨大的分水岭 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战友们 我再次请求大家 千万 我今天直播的最核心 我给战友还是说三个观点 千千万万不要拿着自己的命 千万千万不要拿着全家的命 去为了那一顿饭钱 你离开你安全的地方和家 去打工 这真的是找死 活着等到我们胜利的那一天 第二个告诉大家 接下来 大家一定要记住 共产党的一系列的宣传 一系列的政策 一系列的决策 都是置老百姓于死地的 都是剪你羊毛的 共产党已经做了几段 湖北只进不出 或者是少进不出 湖北人都死干净 没问题 六千万 这已经决定了 牺牲整个湖北 或局部高度感染区 要保全国经济 要保共产党的这次 多难兴邦的计划实现 所以说你们千万记住 战友们 你不要相信共产党的 CCTV 不要相信任何宣传 全是骗你的 如果他没骗你 他为啥不打开互联网 不要相信我说了一个字 一句话 微信不能用 微博不能用 只有CCTV 你这不是傻子吗 第三个战友们 任何情况下 千千万万的记住 不要相信这个事情 绝不会在半年 一年内结束 真的是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一定要在物质上 生活上 经济上 身体上 生活方式上 从长计较 整个全世界还没闹明白 咋回事呢 真的一切 2月29号是巨大粉碎力 不管你是不是挺郭的 不管你是不是坚持灭共的 和挺爆料革命的 请大家坚持住耐心 过了2月29 你才做决定 共产党的疯狂 共产党已经打开了霹雳山下的 雷神山火神下的霹雳馆 P4实验室 潘多拉的盒子 孙力军这个魔鬼的杀手和执行者 已经戴着黑口罩 N991号 N100号 已经到达了武汉 执行杀人命令 即香港进入了灾难的地狱之后 又开始将孙力军 孟建柱完全到了武汉 这都是天意 这也是霹雳计划一部分 这也是南普陀计划执行当中 坚决不允许打折 不允许妥协 不拐弯 但这就是帮我们的爆料革命 北京的火刚刚燃烧 武汉的火已经开始升到天空 没人可以停止 香港之怒 香港的地狱之火 已经烧向北京 祖国大地 接下来的台湾和新疆 以及全世界 会满天遍地的灭邪之火 直到把共产党消灭为止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